我們把他頭放在那邊 我們把他移上去 舊男隊員一個個爬下 直背茂密的山谷 小心翼翼的抬著單架 將受傷的移民署幹員 給救起來 就怕延誤到黃金救援時間 陳新幹員全身無力 癱軟在山谷中 雖然有意識 卻沒辦法自行用力 舊人員抬著他 靠著登山溝緊抓 繩子一步步往上爬 直接滿地都是樹葉枯枝 就怕地形崎嶇 一不小心踩空的話 所有人都會往下跌 9號陳新幹員 在嘉義梅山巷的山區 堆棄茶園工作的非法移工時 不慎衰落30公尺的山谷 造成頭部挫傷 還有頸椎及腿部骨折 很有可能會永久癱瘓 讓家屬難以接受 山壁坡度有80度 車子無法到達 我們消防人員 利用架設繩索垂降方式 到達傷者位置 他是一個很積極的 他工作態度表現都很好 是目前手都有慢慢在恢復 移民署長獲取消息後 馬上發放1萬元未問金 並全力協助陳新幹員就醫 不過為了追捕在山中的桃醫外勞 因公受傷 同事們都感到十分沉重 接著侯公文 羅湘嘉義報導 niín 出來 大量 恩 超 賜 壓 持